偶像力士类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提名 赫军祥 爱上茶美乐 赫军祥 她是台湾地区的优秀偶像 在爱上茶美乐中 以帅气俊朗的外形令人眼前一亮 也以出色的演技让观众毛迹 林志颖 单身公主相亲近 林志颖 今日的影视歌三期偶像 今日的实力太明星 努力踏实的态度 令其演技不断进步 在单身公主相亲戚中 无负众望 完美眼力 令人敬佩难忘 无尊 阳光天使 无尊 她是新兴超人秀偶像 在阳光天使中挑战自己 全新塑造着性格反差巨大的傅家会公子 认真的态度 不断进步的演技 受到观众的一致认识 最佳男演员是谁呢 我先念一段评委的评价 他是上苍指派落入人间的精灵 有着过人的悟性和才气 在舞台上 在银屏上 在赛车场 他散发的星光 已经 他散发的星光 已经覆盖了所有可以闪光的行业 恭喜小时 好 请林志盈接过我们的华庭奖 一个真实的偶像 一个聪明的老板 一个理想和现实界丰满的梦想家 恭贺林志盈 好的 谢谢 我觉得如果说台上两位老师是七零后的话 林志盈一定是零零后 哈哈 永远那么年轻 现在尤其林志盈为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获奖感言 谢谢 之前拍了很多的电视剧都没有得到奖 那没想到婚后的第一部这个电视剧竟然难够得奖 所以在这边也告诉那些偶像赶快结婚 或许明年奖就是你们的 那我想首先要谢谢华林奖 翻译给我这个奖 自从有了家庭以后 我想这个奖对我来说 对于现阶段的我更具有更大的意义 那当然要谢谢的人很多 就像我说的 常常说赛车能够拿到冠军并不是靠车手快 而是靠一个团队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的制作人周姐 还有姚姐 然后让我有机会可以参与这部电视剧 还有谢谢我的好友陈明章导演的指点 当然要更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们 你们一路的相陪 度过不同的人生不同的阶段 谢谢你们让我可以在这个颁奖台上领奖 那再来要谢谢我的家人 能不能把这个奖项献给我的家人 还有歌迷朋友们 当然还有我的小小志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 要把这个殊荣 告诉我的父亲 因为我父亲今年过世 所以我这边告诉他 爸爸我拿到奖了 无论是你的父亲还是小小志 都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想知道你到底吃什么牌子的防腐剂 更重要的就是你想吃什么样的牌子的防腐剂 能够让艺术尝性的话 可以多向我们这个艺术家这个前辈来请教一下 希望艺术尝性 好不好 加油加油 谢谢 恭喜小志 也谢谢我们两位颁奖嘉宾 谢谢 谢谢 谢谢